總統府資政林信義代表總統賴清德 出席秘魯APEC 在會場上跟拜登熱烈 互動 除了握手感謝促進台美關係 兩人對話時加拿大總理杜魯道 就在一旁聆聽 林信義更當面邀請拜登 卸任後訪問臺灣 拜登熱情回應 而在秘魯總統府 完演活動上 和林信義雖相隔一個座位 但在過程中 兩人多次互動 另外臺美雙邊會談 同步進行 也象徵臺美友誼持續深化 APEC峰會各國元首代表出席 除了美國總統拜登引起關注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到場 時隔十九年 林信義在擔任我國APEC 領袖代表 這回和中方領導人 緊隔空對峙 透過眼神致意 我們打招呼啊 打招呼的動作 沒什麼細節 沒有了 我們很忙啊 大家穿來穿去 代表兩千零五年 同樣是林信義 擔任領袖代表率團參加 韓國福山APEC領袖會議 走進會場時 特地停下腳步等待 和走在後頭的時任中國國家主席 胡錦濤握手寒暄 低語交談 短短五秒鐘 卻成為歷史畫面 當時被認為是兩岸友好開始 時隔十九年 臺灣領袖代表 和中國領導人雙方互動 也隨著國際局勢變動 三連新聞 黃家瑋 尤家瑋 台北秘鹿報導 利用船法 我們有個那麼多 我們就可以找到 你就可以拿到 你不要吃